可是鳳娘其实你平常听些什么样子的音乐呢? 我平常啊,其实我都听诶 你都听,像你刚才有说你喜欢你会追V6嘛 然后神话那个时候太小了没办法追 对对对对,然后我也会听英文歌 像现在电影我也蛮喜欢的 对啊,然后可能比较听比较多的是R&B吧 对啊,就是像英文的这些歌手的歌 然后你会跟唱片公司,比如说跟蜘蛛人争取说 我想要唱什么样子的感觉的歌啊 呃,其实我觉得歌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当然会有喜欢的那个歌型或是什么 可是有时候其实适不适合自己这个比较重要 可能你很喜欢,比如说你很喜欢电影的东西 那可能你平常唱是OK的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个作品 然后去呈现给大家的时候 我想那个可能也需要一点点时间 因为毕竟唱法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我要给你信心 真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从小就接受正统的比如说戏剧的训练 舞台的训练 其实严格说起来 凤娘也算是我的选美 因为你是国立台湾戏曲学校 专科学校所毕业的 那我是国光影小毕业的 所以早期 后来现在改制 变成台湾戏曲专科学校 那一路走来 其实老师都有给你很多种不同样子的训练 对啊 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有很多表演的课 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啊 对 后来也做到了啊 就是觉得 我觉得其实就是努力吧 然后可能用心的去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 一路走过来 像现在这样子 自己一个人出来 就是发唱片啊 然后这样宣传 我觉得 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跟很好的贵人 然后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帮助 对啊 那比如说可能在工作上面 有一些挫折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前辈 跟我说 其实这些事情 常常在工作职场上 是难免会碰到的 对 那就是看你自己 用什么样的形态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乐观一点 然后不要想太多 就去面对嘛 其实我们都很幸运了 像是你干妈 陈寅姐啊 对啊 我还记得陈姐 坐在你这个位置的时候 真的吗 你是跟我讲好多她的故事 是啊是啊 对 她本身就是一本活字典 因为她的人生有太多 就是各式各样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她都碰到了 对啊